备受关注的山东问题疫苗案 有了新的进展 中国国务院决定 对全国范围内357名公职人员进行追责 对其撤职或降级 然而有疫苗受害儿童家长 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 这些家长认为 政府应当尽早建立完善的疫苗接种机制 让受到伤害的孩子又获得救济的途径 当局至今没有公布问题疫苗的具体流向 还有孩子至今仍躺在医院中 没有钱看病 本月18日 中国各地67名疫苗受害者家长 集体向北京以中院起诉国家卫纪委 不作为获得法院立案 那么万一海先生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么这些残害了许多儿童的疫苗假疫苗 他们对孩子们的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 这个问题就是 比较难以回答 这个可能需要有医务人员 对这些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 那因为就是说 这一次这个疫苗的事件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疫苗可以进行地下的交易 甚至于一些个人的这个疫苗的交易 而且这个影响的范围那么弯 我觉得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那这些假疫苗 他们是如何流入正规的医院呢 它这个确切的具体的情况 我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个医疗卫生部门非常没有去监管 而且实际上就是说 在他们自己可能成为这个犯罪的一个困惑 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个政府讲处罚了三百多个承论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应该受到惩罚的 就是这个国家卫生部门的这个主管 这个负责人 就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 那他到目前有受到任何的制裁吗 他们首先应该受 他们首先应该引咎辞职 而且应该被问责 而不是说由他们去进行调查 所以这个 首先一点他们自己是要承担责任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中 二十多年当中 就包括血液污染的这个问题 卫生部门它一直是在保护这个 这个责任的医疗单位 对 那么现在来讲就是说 这些相关的这些企业 这些单位也都是他这个 这个医疗卫生单位下属的 所以这个利益上这个冲突 恐怕就很难这个避免 比如说这些问题 揭发出来的发现的问题 它能不能公开 因为公开的越大 问题暴露的越多 这个部党们的责任就越大 对 所以他这个 他本质上是会要大肆化小小的化疗 那么您所理解的这些中国政府 它有没有对受害的 受假疫苗所毒害的这些孩子 有进行适当的补偿 最后的处理是否到位 这个补偿的问题这个很大 这个国家哪怕短期内建立一些补偿的机制 但这个问题的处理都不会很容易 因为这个它的面很广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中国可能就是说 面对像这种疫苗的这个案件 或者其他的一些案件 奶粉的案件 这个叫儿童的健康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就是说 应该以这样的一些事件 恶性事件为契机 推动一个对于儿童健康的 一个全面的一个保持 这个儿童在出现严重的 这个切换的时候 这个 所以全部由政府来提供 这个医疗的费用 不应该把这个责任 这个叫给家庭 这个家庭来承担这个责任就很大 也政府应该统一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在这个事情当中 就暴露出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疫苗 这个法定的疫苗上面 它有两类 有一类第二类疫苗 它是需要个人来买的 这个可能就是说 疫苗这样的一个用来预防疾病的传染 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的产品 那应该是我觉得 这个政府可能都有费用 如果像这样的一些涉及到疫苗 血液 制品 以及供应都是免费的话 我觉得这个安全上面可能会更有保障 那么您认为是否中国应该对疫苗立法 现在有很多的受害儿童的家长都要求 能够立这个疫苗法 这点您怎么看 它有一个法 它有一个疫苗的流通和接种条例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由人大代表 这个立法人士去讨论去调研 那当务之急 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委员会 政府的这个委员会应该有这个人大的代表 应该有医学专家 那么对这个中国的疫苗的安全 疫苗接种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 那么疫苗相关的很多问题 可能是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儿童的保障 这些问题可能就是说 因为如果这个国家 这个儿童在有严重的接换的情况下 那么有很好的保障 医疗上面有保障的制度 那我想这个社会的反应 可能也不会那么强烈 对 社会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 好的 谢谢万先生 今天继续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好